风味人间甄选啤酒 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轻松洁净健康 美的清净新厨房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老油坊的香 胡极花古法花生油赞助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风味星球上有一种味道吸引人们深入险境 这种味道穿过舌尖 给全身心传递着安全美好的信号 它藏身大千世界 也牵动滋味江湖 我们在日常点滴的欢愉中 飘渺逝逝的矿位里 与田一次又一次相逢 两百米高空 没有任何防护 用最原始的方式置身凶险之境 只为获取一种甜蜜食材 尼泊尼泊尔 喜马拉雅南路 雨季提前到来 59岁的泰克是部族中为数不多的蜂蜜猎人 自然的馈赠向来阴晴难料 大雨突如其来 让今年的第一次猎蜜被迫终止 蜂 全球种类多达上万种 这种神奇昆虫酿造的蜜露 是人类早期珍贵的甜味来源 正是从蜂蜜里 我们的祖先获得美味的初食体验 人无疑是大地的主人 却又是肠胃的奴隶 大自然四季循环 甜味来源十分稀少 在能够获取蜂蜜的季节 泰克和族人总是甘愿冒险 烟雾是对抗蜜蜂的唯一武器 但火也有可能引人腾涕 喜马拉雅飓风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蜜蜂 对来犯者发起反攻 而泰克脚下是上百米的悬崖 伙伴务努力稳住藤梯 接下来 泰克要完成一系列危险操作 细细绳连接藤梯 搁搁地上竹竿 这是固定身体和靠近悬崖的工具 竹竹竿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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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右腳支撐刀具,僅凭左腳腳尖站立 這大概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 每年都有人付出生命 一個蜂巢只取一半 確保來年仍然有蜜可彩 好,非常囂張 好,非常多 lijk,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直到一些草本植物被广泛种植 田才逐渐走进寻常人家 贵州西南部 立春是甘蔗收获的季节 甘蔗一旦收割 甜度就开始迅速下降 全村人都要为此忙碌 炸出的枝叶 旺火熬煮 持续挥发水分 滤出杂质 最终获得浓缩的粗糖 两千多年前 甘蔗传入中国 数百年后 这种制糖工艺才逐渐被我们掌握 糖可以在不同温度下任意改变分子排列 了解了这个特性 就掌握了塑造甜食的密码 拔丝 是中餐里妙趣恒生的菜品 白糖在油中融化 精准控温 不停翻炒 讲究眼疾手快 同样需要手快的还有十克 在热糖江陵魏宁的临界点 适时起快 甜蜜一丝一缕 稍纵即逝 糖的可塑性 给全世界带来形形色色 统称为甜点的食物 甜食能快速补充糖分 促使人脑分泌大量多巴胺 幸福和愉悦的信息传递至神经 给人高度的满足 扬州 古运河与长江交汇 南方和北方相遇 中国人的口味喜好 南田北咸 这里是中间的支点 扬州人用甜推开每个清晨的大门 扬州人用甜推开每个清晨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方和北方 南方コ参加 南方 另外一道点心 王猛轻易不愿假手他人 中间 面团充分发酵 松软 不易成形 只有功力深厚的那家高手才能驾驭自如 兩公斤麵粉,一公斤糖 再堆滿糖色樹日的豬板油丁 糖和油被藏層包裹,密石封存 高溫下,糖和豬板油充分溶解,快速滲透 水蒸氣包圍中,油膏不斷膨脹 變得愈發蓬鬆 此時的糖已經消滅於無形 蹤跡飄渺 油膏呈半透明的芙蓉色,綿軟甜潤 可達驚人的六十四層 這就是千層油膏 與翡翠燒賣並稱揚州雙爵 有了早茶,一天的閒事便有了安法 爭論成縶 有請到買雙爵 差距離 米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8岁的萨哈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 是一名甜点学徒 让一千万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 是生计、利益和账单 但支撑茫茫人海的只有一样东西 早在十三世纪 这里的甜点就已经闻名于世 果仁蜜饼 土耳其甜点皇冠上的明珠 当地称作巴克拉瓦 由于制作难度高 成为一名巴克拉瓦甜品师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擀面皮是跨入门槛的第一步 十几张面皮同时擀压 每张厚度不超过0.1毫米 加奶酪 撒开心果碎 上下覆盖二十层面皮 巴克拉瓦的精巧姿态逐渐成型 然而 撒哈特距离巴克拉瓦制作的核心 尚有一步之遥 对糖的运用是决定巴克拉瓦成色的关键 经过多年观察 老师决定让撒哈特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并不是所有的擀皮工都有这份幸运 撒哈特想和家人分享这个消息 撒哈特的家乡 家计安太普是巴克拉瓦发源地 无论是传统熬糖技术还是糖茶 故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甜蜜的身影 土耳其人相信 甜食等同于善良的心和温暖的话 味道的延续 离不开对源头的追溯 成就一名巴克拉瓦甜品师 需要几代人的支持和付出 回到伊斯坦布尔 撒哈特开始新的学习 白砂糖在热水中不断融化 柠檬汁的加入促进糖水解 甜度更高 粘度变低而不易结块 温度 酸度 水和时间共同作用 使糖液达到完美平衡 在经验丰富的老师那里 复杂的方程式兑换成对色泽 粘度以及拉丝长短的感受 微妙而难以言说 却总能精准拿捏 想要成为真正的行家 萨哈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巴克拉瓦备考起诉 但制作并没有结束 最重要的步骤还要仰仗老师的经验 糖浆与油脂相遇 酥皮浑身站立 这一刻被称作唤醒的瞬间 浓郁香气层层浸透 酥皮在口腔中坍塌的刹那 甜锋芒避现 或许只有如此的坚决和果断 才能使甜支撑起伊斯坦布尔的茫茫人海 � тест 禰 convicted 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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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烹鱼条的江湖 怕有更多机会一世伸手 对于糖的用量、食肌以及火候掌握 中国不同地区千差万别 糖所演化的形态和对食物的点化也各有千秋 即将到来的长假几乎每天都被排满 这是夏威最繁忙的一周 第一场是婚宴 要持续两天 四川乡村在院子里邀请亲友聚餐成座爸爸宴 作为乡村厨师 夏威和搭档们要负责所有人的餐食 麻辣是川菜给人的第一印象 钢匙人的第一印象 第一天是序曲 接下来爸爸演真正的大戏即将登场 香厨的烹饪从食材处理阶段就已经开始 下位要挑出风味负极的部位 制作明天的压轴大菜 大锅烧热 烫庆猪皮 猪肉煮至八分熟 切镰刀薄片 九成肥一成瘦 嵌入红砂糖 与土碗中错叠 水中调油 加入红糖 旺火熬成糖油 给肥鱼的猪肉涂上浓妆重彩 糯米煮到半熟 再经过糖油洗礼显得妩媚动人 如今 不管婚礼样式如何混搭 宴席上依旧是传统的九斗碗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必然是极庆而美味的甜烧白 白肉由之进出 服贴的瘫软在清甜的糯米上 只剩下又杀又糯的口感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石令或新鲜 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 总能让人怦然心动 鸡头米 花苞壮如鸡头 探出水面 开合两次 又重新沉入水下 保障的子房内子时继续生长 江熟未熟之际 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 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 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 它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苏州夏季多雨 一个多月的采摘期内 两人要跟随鸡头米成熟的节律 风雨无阻 一个 一个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 糖分含量最高 超过这个临界点 糖转化成淀粉 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 甜味最足的鸡头米 苏州人称之为大丹 鸡头米质地娇柔 吹弹可破 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零 鸡头米质地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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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牛肉温润的质地 遇上匠心营造唇厚的口感 温润被醇厚裹挟 鲜嫩与清爽舞蹈 人世间的美好 都牢牢所住在唇齿之间 极致风味 匠心所得 匠心营造 风味人间 甄选啤酒 从湖泊到海洋 人们对田的追逐 不应远离陆地而停歇 独木舟已经在海上漂泊大半天 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17岁的卡特哈兰再次入海 卡特哈兰是村落里水性最好的年轻人 但每次下潜都不能大意 羊流带来大量水母 当地人称之为海黄蜂 水母能喷射毒液 甚至会让猎物麻痹致死 父子二人无功而返 父子二人无功而返 塔塔干岛 巴窑族在马来西亚的聚居地 这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海洋民族 几乎终生不会踏上陆地 它们的饮食所需 大部分取自海洋 新鲜海货含有丰富的糖原 这是海洋食材有甜味的主要原因 糖原含量越高 滋味越甜 今天的午餐 姐姐准备了海胆饭团 全家人要带着它去更远的地方 海上人家的饭食烹饪简单 用海胆充当容器煮饭 海鲜与碳水化合物结合 美味的同时能快速补充能量 下潜越深 氧气消耗越快 终于有所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她的甜美出人意料 这是卡特哈兰一家在附近海域 能得到的最鲜甜的食材 值得为它付出努力 能给人类提供甜味感受的 不只有糖分子 氨基酸也能让人体验到甜的美好 海胆黄 富含油梨氨基酸 浓郁甘甜 颗粒细腻的质地与脂肪 送上欲惧还迎的迷人口感 海货中的鲜甜 消解海上生活的寡淡 除了给口舌带来欢愉 甜更让人动容的 还有一种由心而生的微妙感受 香港 楼宇森林之下 每个街头档口都有私藏的美味 新歌是烧猪作坊的师傅 今天她要完成两件大事 先要参加充足祭拜 但凡重大场合 烧猪都会作为头菜出现 数百人的胃口 新歌必须一一满足 稍微富含油脂的焦香 给大家带来欢乐 然而新歌却必须抓紧时间离开 她有一个成绩不错的女儿 今天也是高考发榜的日子 有个五星 有个英文 虽个英文 虽个英文 虽个英文就是要考副学试 是啊 都没办法 英文科不合教就读不了了 什么义通 什么义通 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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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有些出乎全家人意料 然而生活还要继续 这是香港最后一家地炉烧猪作坊 每天清晨,新歌总是第一个到来 烧猪要用麦芽糖上皮 麦芽糖比蔗糖稳定性更高 有助于防止猪皮被热力烤焦 二十年前,新歌开始从事这门职业 传统烧猪全靠炉币高温将整猪焗烤而熟 操作间热浪灼人 炉糖温度一直保持在三百摄氏度上下 麦芽糖减缓油脂和水分外溢 肉类自带的糖类物质与氨基酸和蛋白质聚合 上千种芳香物质如风暴般释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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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依旧早出晚归 女儿也保持着以往的作息习惯 这个湿热的夏天仍然漫长 忙碌之余 宫友们喜欢煲汤解暑 苦瓜 南方人也叫它凉瓜 顾名思义 是人们用来清热的食材 地炉余温上载是现成的加热工具 世界上大多数苦味物质都来自植物 与甜相反 苦是一种预警信号 但中国人 如果想有多用 这就是终于 这就是终于 这有点 是终于 酱云 有点 不 有点 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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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